哈囉 大家好 我是迪花 今天要來分享情報了 海賊王1130話情報 洛基王子殺了自己的父親 獲得傳說果實 破230留言 無信幣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本話標題被詛咒的王子 封面有人趁大和小玉熟睡時偷走了劍 我們看到草帽一夥其餘成員正前往阿爾巴夫 奇怪 前面不是說沒找到人之前不去阿爾巴夫嗎 我們在報紙上看到訊息 魯夫在巨人的幫助下殺了貝加龐克 並摧毀了彈頭島 布洛基和東莉有了新懸賞金 各為1.81倍里 洛基為了獲得傳說中的惡魔果實 而殺了自己的父親 魯夫離開隊伍去見洛基 而他被鎖在樹上 最後兩頁的雙頁太棒了 我們看到令人驚嘆的雙重場景 展示了整個阿爾巴夫以及城堡和村莊 在樹頂下方 世界樹位於中間 及城堡和村莊所在的地方 情報就到這裡 1113話後連續休刊兩週 洩漏者強調說這話算精彩 要我們看完整片段再來評斷 前面也有戲上安全帶的暗示 意思就是這話確實應該不會像前幾話一樣無聊 我們完整情報見 掰掰